欢迎来到EastNet东方网 本频道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 欢迎订阅 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有051系列和052系列 51系列是大连造船厂的采用蒸汽轮机的驱逐舰 基本型铝大级的排水量3000多吨 在当时是中国海军驱逐舰的主力 052系列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的采用柴油机和燃气轮机的驱逐舰 052的基本型造了两艘只有4000多吨的排水量 52系列经过不断改进 到052C变成比较现代化的驱逐舰 但052C的排水量只有6000吨 然后再扩大舰体到052D达到7000多吨的排水量 有不错的战力 但它和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比较 排水量和武器单元数量都有明显差距 还达不到重型驱逐舰的标准 而日本韩国海军的驱逐舰 引进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设计和装备 最新型号排水量都达到了1万吨 预计中国海军会推出052E型驱逐舰 排水量会达到1万吨并且会大量生产 52E型驱逐舰 将可以和美国海军大量的驱逐舰对抗 而055系列其实不是052D的简单放大 它的定位不是驱逐舰 而是巡洋舰 美国海军对055的巡洋舰的定位是对的 055要对抗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海军的巡洋舰 美国海军的提抗的罗加级巡洋舰 从1983年开始服役 建造了27艘 它的排水量接近1万吨 装备了两门127毫米舰炮 12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它配备了作战指挥系统可以作为指挥舰 美国海军还有朱姆沃尔特级 排水量14500多吨 目前建造了三艘 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巡洋舰 俄罗斯海军也有两型大型巡洋舰 包括核动力的重型巡洋舰 其他国家的海军也在研发 准备建造很多大型巡洋舰 排水量有些达到2万多吨 中国海军的055系列目前的055只是基本型 055系列的后续型号需要达到2万多吨的排水量 当然055也可以作为驱逐舰使用 但它的主要角色是巡洋舰 接下来会介绍美国和其他国家海军的巡洋舰 并和055型比较 请订阅以获得最新更新